古人云,三时而立,四时而不惑,五时而知天命,六时而尔顺,七时而从心所欲,不与举。 其意在于,人在每个年龄阶段都有属于那个阶段该做的事情,不操之过急,不原地踏步,方为最圆满的人生。 而对于男人而言,这样的人生安排自然也是最顺利的,奈何,现实生活中,大多数男人都没有想明白这一点,有太多的男人,或因为年少轻狂,或因为贪恋成性,在最富裕的年纪选择了安逸和随性,最终落得的一事无成,男人常做这几件事,难成大气,后代也会没出息。 看看你做过吗?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《大道无形》,喜欢抱怨,发泄负能量。 只有没出息,没能力的男人,才喜欢抱怨,才喜欢发泄负能量,觉得自己不行,做什么事都不能成功,他不愿意吃苦耐劳,也不愿意去拼搏,就喜欢找借口,就喜欢抱怨。 如果跟着这样的男人过一辈子,真的很痛苦,每个人都有不如意的时候,但是这种抱怨的心态,没有人愿意听你诉说,与其天天抱怨,还不如努力改变现状,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 抱怨并不能解决你的问题,只会让你越来越气馁,到最后什么都做不成。 所以,你还不如规划一下你的人生,规划下一步该怎么走。 不管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阶段,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,你都不能去抱怨,你要努力改变现状,努力干出一番事业,让所有人都对你刮目相看。 好男儿志在四方,没有什么困难,是可以打败你的。 只要你一直坚持不懈,一直不放弃,总会实现你的梦想和目标。 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。 一个没有出息的男人,总能为自己的懒惰找到借口,他们总是把生命里的不公平。 看成是上天的不公,整天怨天尤人,那些发生在身上的不好的事情,总认为是上天注定的结果。 他们的借口造成的结果就是,他们什么也做不成,什么也做不了,因为成功是属于别人的,与自己无缘,觉得自己再努力也没有用,不如就这样混着吧。 有句话这样说,成功是99%的汗水,加1%的灵感。 很多获得成功的人,都是经过自身不懈的努力,最终才走上了成功之路,就好像有句话说的那样,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那些好吃懒做。 不愿努力,甚至在该奋斗的年纪,还啃老的男人,未来人生中怎会有大的作为,他们一丁点苦都吃不了,更不愿意为了自己的人生出力,一边混日子,一边感慨人生,这样的男人必定没有出息。 喜欢发脾气 真正能成大事的男人,他一般都不会轻易发脾气,他都会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,只有那些没本事的男人,才喜欢乱发脾气,成熟的男人,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,他都不会轻易表露自己的情绪,只有不成熟的男人,才会一点就着,特别是有一种男人。 在外面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,他就喜欢把脾气发在自己的妻子身上,这样的男人是不会有大成就的。 他对待外人都是十分客气,有礼貌,而对待自己最亲的人,他却把脾气都发在他身上,根本没有考虑对方的感受,妻子是用来疼的,而不是用来发火的。 那些真正成功的人士,他们对待自己的妻子都是毕恭毕敬,毕竟他才是他背后的后盾,如果没有妻子的鼓励和支持,又怎么会有现今这么好的生活,一切的功劳还是少不了妻子的帮助。 心口不一,做事取巧。 想成大事,首先得养成一种诚实手信的品格,这是行走社会,获取外部大环境及人群信任的基础。 所以,那种行事作风,一贯心口不一,做事不踏实,习惯投机取巧的男人,很难成就大事。 你骗别人一回,自己的诚信就损失一分,信任你的人越来越少,你自己未来发展的空间也会无限萎缩,伤害到的只会是别人的短暂利益。 最终自己却一辈子难有大的作为,做事不脚踏实地,只懂得投机取巧的人,也会招来意想不到的厄运。 大家还记得女星车小的前夫吗? 山西前首富李赵慧现在已经破产了,他从自己父亲手中接过家族产业之后,并没有像他老爸一样扎扎实实做实业,而是沉迷于本小力大的各种投资,结果风险太大。 赔光了老子一世辛苦打下的江山,断送掉了自己的锦绣前程,想要成功,得谁得下笨功夫,只想走捷径,世间哪有那么多捷径可走。 好意勿劳,对家庭没有责任心,天道酬勤,勤能捕捉,这是古人的经验之谈,一个男人能否有出息,就要看他能否做到勤奋上进,懒惰是没出息的根本之所在。 一个男人出身贫穷不可怕,但凡只要勤勤恳恳,敢于付出行动,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,最怕的就是有的男人好吃懒做,得过且过,不顾家,没有责任心,他们挣钱养家意识低,不思进取,不务正业,不是窝在家打游戏,就是去麻将馆消遣,晚上不睡,白天不起。 女人在她的淫威之下,即使敢怒也不敢言,孩子有这样的父亲,也会越活越自卑,女人要是嫁给了这样的男人,根本体会不到幸福的感觉,树活一张蹄,人活一张脸,男人一定要活得有出息,要活出个人样来。 社会本就是充满残酷的竞争,男人若是想要家人负责,就要活得有出息。 贪得无厌 贪得无厌,最后落得的下场有多惨,我想没人会不知道,但是哪怕知道下场如何,还是要去贪小便宜,这不是自寻死路,之前有个朋友的哥哥是做超市采购,就是因为贪了一次小便宜,想从中捞一笔小钱,最后被老板查出后直接开除。 贪了一次又有多少钱,结果是永远都会被人记得作风不正,贪本来就是大忌,尤其是贪小便宜,而毁掉自己的人不在少数。 为何会这样? 没有人反思过吗? 不,只有到了事情发生的时候才会去反思自己真的做错了。 作为一个普通人,有贪便宜的心可以认同,但是绝不能做贪小便宜而损人利己的事情,成大事。 有好的事业运的男人,一定是光明磊落做事,坦坦荡荡做人的,而不是一心只想着捷径,踩着他人上位,贪小便宜就能赚钱的人。 这样的人在社会里属于渣,人脉是什么? 你对别人好过,你能够实实在在地做事情,别人愿意相信你。 而一个时常坑别人,又不知悔改,还怨天尤人的男人都不值得别人对他的信任。 又怎么会真正得到别人的帮助,别人也怕帮你? 你还会像东郭先生与郎的故事一样,给你帮助的时候,你会夸夸其谈,说着以后报恩。 说不定后面你就直接反悔,还会张着血口,对准帮你的人咬上一口。 贪图享乐 在该奋斗的年龄,男人就不该停下脚步享乐,如果廖成早一点明白这个道理的话,现在就不会如此颓败了。 廖成年龄不大,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,本该努力奋斗的他,却整天想着如何享乐。 因为玩乐,他弄丢了好几分比较好的工作,因为享乐。 他没有一分钱的存款,他没想着如何努力挣钱,却把钱大把大把花在玩乐上面,最后弄得自己身无分文,还得靠父母接济生活,料成现在倒是醒悟过来了。 不过如果他年轻时就明白的话,凭借他的能力,现在肯定会有不小的成就,可现实,确实,他养成了享乐的习惯,让自己变得一事无成,难成大气。 男人的天地不应该是在玩乐上面,而应该在事业上面,一个只知道贪图享乐,不知道努力奋斗的男人,根本成不了大气,女人最好别嫁。 找一个可靠又能成气的男人 比找一个有嘴滑舌,只会说好听话的男人要幸福很多,女人要有前瞻性,不要被眼下的一点小浪漫所迷惑,那些被你忽视的习惯,说不定哪天就会成为你痛苦的来源。 女人看清楚男人的习性后,在慎重做出选择,才不会有后悔的那一天。 越爱做这些事的男人,越难有出息,不愿自己这辈子一事无成到底,就把不该有的克制并弃,即使更改不足。 当然,更希望你一个都不占,是个有能耐的男人,一旦有了,也别气馁,因为每个人有不足,也有闪光点,谁都不可能一无是处或完美的无懈可击。 只不过成功人是人发扬的优点,没出息之人放大了不足,才有了不可逾越的距离。 只要别宣扬努力无用论,那么付出的回报多多少少都会反馈到你身上,也许效果不显然,对不起你努力的程度,但后肌勃发的力量不容小觑,毕竟是金子总会发亮,瓦力早晚有天会被大浪淘汰。 至于想做金子还是瓦力,就看你目前的选择,克服了这几件事。 你的路越走越平坦,选择安于现状,这辈子连安于现状都做不到,只会越混越差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《大道无形》。 文字幕君 文字幕君 文字幕君